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本次赛事的总裁判长 他是具有来自中国的国家级裁判资格的 他叫Kevin 我们现在请Kevin给我们讲讲这次比赛裁判方面的基本的一些规定 哈喽大家好 这次比赛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业余性质的比赛 所以一般来说裁判的那个规则就是self judgment 就是说以对手来判断球是不是出界为主 但是呢还是会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如果是那个球落在线上 尽量我们是喊界内不要喊界外 如果双方球员对一分出现争议呢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是双方协商 如果协商不行呢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双方重赛 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尽量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就是说我们大家是来享受佛罗里达的阳光跟那个网球比赛的 就是大家不要太矫正在每一分而是享受这样一个比赛的过程 说的太好了 我们觉得也是这样 但是在关键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位国家级裁判 作证呢我们也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 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我们就问他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也想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作为像我们这种业余球员业余球网球爱好者 如果也想拿到某些方面的证书 就是裁判方面的证书有可能吗 这是有可能的 一般来说原来我在中国是我们先要参加一个那个网球裁判的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一般会持续两个月 每个礼拜上一次课每次课两个小时 我们先把基本的规则搞懂 然后呢通过比试考试 在通过比试考试以后呢 我们会进行到下一步流程 就是你的实践 实践的比赛包括我们要去作为主裁 去判罚青少年的比赛 然后呢会再去做一些 比如说WTA的那个比较刺激的比赛 包括ITF的比赛 我们会去做私线 在这样积累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比赛经验以后 然后网球协会才会考虑 颁发给我们那个裁判的证书 然后对于USTA来讲 我觉得应该也是相似的流程 好的 太好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在欣赏这个网球大赛的时候 我们特别是在Miami公开赛 我们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私线 就是老头老太太 像他们也是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吗 他们其实是比较高一级的裁判 裁判等级是这样的 有国家一级 国家二级 国家三级裁判 当你有了国家三级裁判证书以后 你会要考取国际的黄牌裁判跟白牌裁判 一般来说在Miami公开赛的这些私线 都是具有国际白牌裁判资格的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都是一些资深的裁判 一般来说他们这种裁判 他们每年都要履行两到三个不同的地方 去执法大师赛或者是大满贯的比赛 这样他们才可以保住他们自己的国际白牌裁判资格 谢谢凯文裁判长为我们带来的非常专业的资讯 我们也学习了 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的世界华人网球爱活者中 也能走出一些资深的裁判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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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